瑞穗位于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 花东纵谷中断 人口一万多 以农业和观光产业为主 超过24%是65岁以上长者 慈激基金会同仁与当地志工 每个月持续关怀个案没有中断 一位年轻妈妈癌症手术 家里经济一时困窘 慈激送来温暖 现在开拓完了 刚找到工作 工作没有几天还没领薪水 所以需要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补助 他那个小孩子的奶粉钱 他衣服如果不够 我再去找看看 穿这样太少了 林月音将近80岁 瑞穗当地人 熟悉乡里的人与环境 无论是急难或是长期关怀 他都用心守护 说说他是我们当地的土地婆一样 我们有一个个案 他的女儿他要去配眼镜的时候 英师姐就带着他的女儿去配眼镜 虽然年长有些重听 每次访试他都送上手做点心 理清情义重 这个选你 师姑做 师姑的爱心 谢谢师姑 从国中就认识你到现在 对啊 所以说很早师姑我们都认识了 所以我请找师姑 找师姑麻烦 现在头好壮壮了 现在越来越好 看你这样好起来 让人很高兴 看能不能盖在这个地方 一行人勘察地形 将启动安美计划 为洗肾的李先生盖一套卫浴设备 紧凑的仿式行程 现煮汤面重重垫 宁愿因把握时间发挥良能 温暖所有人 大爱新闻夜朝庆 唐禅君张略嘉花莲报道